嗨,大家好,我是Chryph 今天要用兩種積分技巧推得同一種積分結果 我們馬上展開今天的挑戰 首先進入方法1 我們先把分母的這個平方給展開 想成何的平方公式 a平方加b平方加2倍a乘b 我們就可以看到sine平方加cos平方 就可以換成1了,這就是identity 那分母的2sinecos 又可以看成sine的二倍角 好,這就是二倍角公式double angle formula 接著很多人應該都知道要使用這個特殊代換技巧了 我來推演一下 首先sine2x可以寫成2sinecos 此時我在分母擺一個1 然後再把這個1呢 換成cos平方乘以second平方 因為cos跟second互為倒數 所以這樣乘起來還是1 我的目的是把cos消掉 然後會出現sine除以cos 也就是tan 而分母的second平方再換成1加tan平方 一樣是identity 此時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tan出現 我就可以把sine2x換成tanx的結構 我們就知道應該要令t等於tanx 這就是WireStress Substitution的由來 如此以來sine2x就直接被我換成1加t平分之2t 其實這你在高2數學的三角環數早就看過了對吧 只是大部分的老師都是用tan合角證明的 接下來難題就是dx要換成什麼了 我們可以從剛剛的t等於tanx推得 所以x等於arctt dx 接著就是arctt的尾分 1加t平方分之1dt 那就成功置換了 再把分母的1加t平方 乘進去 乘進去 就剛好得到1加t平加2t 完美啊 complete square剛好配成一個完全平方式 括號t加1的平方 接著就是去積分t加1括號平方分之1dt 我們來修正一下變量 我加一個1 因為1是const 這樣子是合法的 那我就可以得到t加1跟t加1長一樣 那就直接把它當一個結構去積分 所以就是t加1分之-1 最後再把t換回來 就可以得到tanx加1分之-1 完工 緊接著我要用方法2推得同一個積分結果 首先看到分母 sinx加cosx 我先提出根號2 那括號裡面就會出現根號2分之1 sinx加根號2分之1cosx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熟悉啊 這裡在高2數學三角函數 絕對用過的 疊合的公式嘛 我們用的是addition formula sinα加β 等於sinαcosβ加cosβ 合角公式 如此一來 括號裡面就會被我配成 sin 括號x 再加上一個θ的角度 那我們就說這個紅色叫sinθ 而前面的就是cosθ 這樣才會配成si coscos 所以θ就是4分之1 那我們就帶回去積分室 一切就會變得非常簡單哦 所以就根號2sin 括號x加4分之1 那我再把這個平方 這次指數率乘進去 根號2的平方 乘以sin的平方 dx 而根號2的平方 可以提出來就變得2分之1 那sin平方的導數就是cos的平方 所以原本分母有si又有cos 那經過一波化減疊合公式之後 我可以得到cos一個三角函數值 那調完變量之後 就可以改成dx加4分之π 這樣子就可以以這個為結構 那cos平方的積分 非常容易啊各位 就是負的cos x加4分之π 但我們的目標是得到相同的積分結果 所以我們繼續整理一下 看會不會跟方法1的答案一樣 所以負的2分之1 我把cos看成tan倒數 那接著分母的tan 是不是有一個合角公式出現 那就是tan加tan 分之1-tan 那因為它是導數 所以就分子分母就變成這樣子的結構 那我們就一一把它破解來 所以負的2分之1 那再來這個分母是tanx加tan4分之π就是1 1-tanx 接著我們偷偷把c看成負的2分之1加c' 我的目的只是想把分子的tan給消掉 大家看下去吧 我把負的2分之1提出來 所以會多加一個tanx加1的分子 那這樣tan就消掉了 而分子的1加1是2 剛好跟2又約分約掉 答案出來了 tanx加1分之-1 那再加一個常數像c 這就是用兩種不同計分技巧得到相同的結果 喜歡這部影片別忘了按個喜歡 讓我知道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